台湾建国工程对郭志刚,多次涉嫌损蒋公同向,去年12月涉嫌侵入中正高中,据下蒋公诉想头部,损厚藏放在立法院旁的独派帐篷区。 今天市邻地方法院开庭,郭主张是为落实转型正义,要求台大历史系教授作证鉴定历史定位,法官说,是要开研讨会吗? 今天郭主张,客观上承认行为,但主观上,是为了展现言论自由,早日落实转型正义。 且此头枪非同向,而是塑像,用刀子锯下后,丢弃在废弃物堆,飞葬在帐篷区,起诉书记载不符。 公诉检察官认为,郭亲害财产逾越比例原则,未经许可侵入中正高中土地,要求校长许孝成作证。 郭的律师答辩,中正高中不具告诉人资格,郭的行为是落实转型正义,且非无故进入校园,要求停上传唤台大历史系教授出庭,鉴定同向历史定位。 法官说,此案非普通损害案件,具有高度争议,学者也有立场之分,那要不同派系的学者来作证,是要开研讨会吗?那以后法院案件给台大法律系审理好了。 法官举例,有人杀人,就直接把范贤杀了吗?专行正义有一定的程序,如果有人觉得讲工很帅,桌上放了一个头像,就来砸,破坏。 同向放在那边又不会咬你。 法官问郭,为何选择中正高中的讲工? 郭回答,中正高中原本叫士林高中,也有人拍马屁才改名。 法官则说,那你很忙我,全台湾这个多中正路,是不都要改名? 郭志刚去年4月,6月2度破坏杨明山花中广场旁的讲工童讲头部,法官审理时称,要把头像带回家当夜捆,尿在头像头部,更改起诉法条,以加重妾盗罪判8月徒刑,日前案件在高院审理中。 中正高中讲工肃向遭人砍头。 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 分享